面板厂群创光电近年来致力数位转型 甚至成立战型中心进行智能管理 但终端消费需求减缓 库存压力不断增加 公司内部发公告休假规划 引发争议 群创光告表示 台湾厂常态班级五二轮人员统一休假 在9月12和9月13同一扣假两天 10月5号到10月7号同一扣假三天 还说如果时数不足 公司先借假 等新年度特休优先冲底 劳动部表示 特休是由劳工自己排定 补休则是应该给加班费 不能由资方片面安排 对此群创回应应应产能调整 也照顾同仁身心平衡健康 鼓励同仁连续休假充电 9月是接续中秋假期 10月则是排在国庆假日前 一个产线产能调整弹性定定 分析师则试紧面板景气寒冬 短期内看不到镜头 库存的数量周转天数 过去在疫情刚发生的时候 大概是在三十几天 可是现在都已经提高了50% 应收占款的周转天数也增加 不管是友达还是群创都是这样 专家分析 疫情趋缓 国际消费力道不升反降 持续冲击面板产业 以产能调整为前提 建议透过研发新产品 才有机会推升市场动能 新闻曹一生彭志华采访报道 有机会推下的不断 你感谢那么让你推下来 一次不断的 你感谢创�� 这次我会推下来 挑战者和修工 我也觉得 怎么样 他是有机会推荐的 我们会推下来